特朗普,有五成人支持特朗普,領先希拉莉四個百分點,改變了過去一段時間,希拉莉領先的局面,而希拉莉今天將會恢復政權活動,到華盛頓上一個西語裔團體發表演講,然後就會到北卡羅羅勒州出席一個集會。 另一個主宰的調查就顯現,接近官司的美國人對今年以來一直繁擾希拉莉競選的兩個問題非常關注,有一個就是她利用私人電郵制服器處理政府公務,另一個就是她丈夫克林頓家族慈善基金的捐款。 調查顯示,公眾的回應似乎大部份按照黨派界限有所分明,非常表示關注的共和黨人人數為民主黨人的兩位。 今次的調查是全美五十個州一起進行,有2745人和2116人分別對電郵門和克林頓基金問題作出回應。 至於特朗普的夫人梅蘭尼亞和公布了一封的移民律師信,提供更多她所稱的合法成為美國公民的詳情。 信中,對於梅蘭尼亞一張裸照,提供另一種時間上的說明。 這張裸照沒多久之前被廣泛報道,作為她沒有工作許可,是在紐約從事模特兒工作的證據。 爭議的核心,是拍攝時間究竟是1995年,早過梅蘭尼亞所稱,在美國開始合法工作的時間, 鄭亦說是她堅稱的1996年才拍攝。 在斯洛文尼亞執生的梅蘭尼亞,經常說自己合法來到美國,並且用自己的經歷來捍衛特朗普對無證移民的強硬立場。 法治方面的消息,美角及以色列達成新的軍事援助協議。 美國未來十年將會向以色列提供合共380億美元援助,是歷比最多。 以色列將可以更換潛機,提升避免佈隊的制斗靈、彈套導彈防禦系統。 entre能力和襲英總統,萊塔特點娃華協議。 妳跟� sensor occasionally沒有,但不奇怪。 I don't know. 因內塔尼亞湖不滿,美國及伊朗就算問題。 來達成協議 今次軍事援助 經歷長達十個月的談判 有法自認為 內塔利亞湖為了避免不確定性 不想拖延至下屆政府任期 因此決定在總統奧巴馬卸任之前 達成雙方的議員 中誠局前僱員之洛登說 節物者是捍衛民主的最後防線 特別是 當對於政府濫權的制衡失效的時候 為了公眾利益 節物行為將不會停止 交給港台記者 張萬健一次報道 網上聯署請願 由美國公盟、自由聯盟、人權觀察 和特製特赦發起 他們要求總統奧巴馬 在卸任前特赦忠誠局前僱員 斯洛登 現正在莫斯科流亡的 朱洛登透過視像連線 出席在美國紐約舉行的記者會 他感謝支持自己的人 強見聯署行動並非只為他自己 而是為了大家的未來 斯洛登指 事物是捍衛民主的最後防線 特別是面對政制的 6 coaching 1982年